寒冬加上疫情冲击,全台持续大缺血 这些相救国团26号举办了捐血 登高一呼,地方各个机关、社团、企业、小农、温泉业者 还有落农业者甚至于是连锁手摇引的业者 都慷慨捐助礼品非常丰富 让缺血民众可以大丰收 两包卫生纸、新米、两盒快三世纪、洗衣剂、抛糖券 奶酪鲜奶兑换券等大大小小的礼品 双手根本拿不动 用着捐血民众干脆直接用车来载 还掉了 这是加码 五百的加码 这个是快塞技 这几盒 五支的两盒 都两盒 这边还有 分开人啦,这样都会掉 没关系 现在包好了 满载而归 2022年瑞瑟湘最后一场的捐血活动 由瑞瑟救国团办理 会长以及干部登高一呼 地方各机关社团协会、企业、在地小农、温泉与落农业者、连锁手摇引店等 纷纷慷慨捐助礼品响应 支持鼓务力大众捐血救人 排到现在 排到现在 对啊 你捐多少 是不是 250 我250 也很多耶 这次奖品超多的觉得呢 很棒耶 很棒喔 你有捐血的习惯是不是 对 对 捐血捐到要先抽号码牌 也让新上任的乡长吴万德 想象惊讶 捐助习一季来响应捐血的乡长也肯定大家晚秀捐血的善举 今天好像蛮多的哈 嗯嗯嗯嗯 因为大家踊跃捐血哈 捐血一带可以救人一命啊 嘿嘿嘿嘿 这个是好事的 寒冬再加上疫情冲击全台持续大缺血 瑞税救国团今天上午特别办理捐血活动 除了感谢地方各界的支持赞助 更期盼大家能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我们号召很多相信朋友提供在地的一些纪念品 也号召我们花莲县的所有的一些纪念品 有机会只要身体健康 欢迎大家今天来瑞税一起响应捐血 捐血救人一命 这一次有将近24品项 总市值进逼3000元左右的捐血礼品 不仅让捐血民众一次统统打包带回家 救国团会长与干部们也欢喜表示 根据统计去年捐血数有94代 今年则总数有180代 突破以往数量的两倍之多也创新记录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